会员凤凰气象站 由会员果汁集团据名播出 每天两杯果汁 享受健康生活 这里是凤凰气象站 昨天晚上又一个热带低压在菲律宾以东的洋面生成了 预计会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发展成热带风暴 受其影响台湾的东南部沿海将会有6到8级大风 局部海域还会有9到10级 而由于受到冷暖空气的一个共同影响 明天新疆北部和西藏的中东部都会有小到中雨或震雨 而连日高温的华北地区 今天它的中东部出现了强降雨 预计明天依旧如此 这会让华北的气温有所下降 四川盆地和海南的暴雨天气是依旧继续的 另外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高温的橙色警报 预计明天重庆湖南湖北以及江西浙江等地呢 都会是37到39度的高温天气 好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北京有中雨23到25度 哈尔滨有大雨16到28度 长春是中雨19到29度 沈阳阴天20到29度